很厉害 看乔虎嘀嘀嘀 乔虎来了 孩子陷入疯狂 跟着乔虎唱唱跳跳 整个客厅变成姐姐的大平台 姐姐俩把乔虎当老师 不只唱歌 跳舞 就连刷牙 洗脸 生活常规 乔虎一教 孩子就会 乔虎就怎么样 手笔大 然后牙刷 说完句 爸妈教不会 但乔虎出马 孩子们超听话 好了 弟弟 跟你 我去家 到底乔虎什么神奇魔力 收服每个孩子的心 举办乔虎秀见面会 每张门票八百块 摇滚区上千元 而且场场都爆满 很少小朋友不喜欢乔虎吧 因为他长得就是 满讨喜的 但他只要听到 那个乔虎的那个DVD要放了 他就会赶快去 自己去位置坐好 然后看 他至少可以让他安静个 大概二三十分钟 乔虎除了动画 还着重生活教学 由浅而生 全台湾平均每十个孩子 就有一个是乔虎订户 而配音员就是他黄华怡 就连小S也甘拜下风 我为什么会输给一只Tiger 不只小S还有家长 PO出照片 有小朋友在乔虎娃娃前 放糖果饼干 甚至把乔虎当作虎神 一样膜拜 不是怪力乱神 而是能让孩子们 乖乖听话的特别魔力 可爱造型 加上接近生活的教学 短片和教具 边看边玩边学习 收服孩子的心 记得我凤心陈旺瑞 台中报道